韩国女星韩素希近日出席香港活动 引起网友的关注 不过大家并不是在夸她的美貌 而是在质疑她的鼻子 有人发现韩素希的鼻子比以前更加坚挺 一次动了刀子 对此韩素希解释说 她只是为了治疗鼻炎 做了一个小手术 没有在鼻子里注射任何东西 她说她的鼻子还在消肿的过程中 所以看起来有些不自然 不过网友们并不买账 认为她是在掩饰整容的事实 韩素希是一位有着神言之称的女星 她的粉丝们常常夸她的颜值高 与其他韩国女星不同 他们认为韩素希的美是天生的 不需要借助化妆和修图 他们还说 韩国女星大多都是靠整容和滤镜来美化自己 真人和照片相差很大 很多人的脸都是僵硬的 没有表情 韩素希的演艺生涯并不顺遂 她曾经遭遇过很多困难和压力 有人说韩于圈有两种女星 一种是像宋慧桥那样 能够坚持到底 成为明星中的明星 另一种是像崔雪莉那样 无法承受压力 最终选择了自杀 韩素希属于第三种 她还在挣扎中 不知道能不能熬出头 韩素希曾经有过一段时间 喜欢在脸上和嘴上打钉子 让人担心她的心理状态 最近她似乎平静了一些 不知道是不是已经走出了阴影